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老年人也可以过性生活 那么老年人怎样过性生活呢? 下面就有小编为您介绍老年人怎样过性生活 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 人老了就和性生活说拜拜了 这主要是因为步入老年后 夫妻之间的性欲、性交频率都不如年轻的时候了 再加上年纪问题、疾病等 是人的眼光等 就认为人老了就不能过性生活了 如果老年人过性生活 就会被人认为老不正经 但是从生理上来说 人老性不老 老年人也是可以过性生活的 老年人也应该有性兴趣 性要求 对此应该理解和支持 绝大部分老年人的性生活 可以持续到70岁以上 其中一部分人可以保持到80岁左右 个别的到90岁高龄仍有性要求 据医学报告 即使到了90岁 男性的高丸仍可产生一些精子 年过花甲性未老 性功能不会因年龄的增长 而很快丧失 丧失的只是生殖功能 而生殖功能与性功能是两码事 现在人们的平均寿命明显提高 老年人的比例不断增加 老年朋友对生活的追求 已不单单是穿得暖 吃得饱 更注重精神上的愉悦 性生活对老年人有诸多好处 对于老年人来说 坚持性爱不仅有利于身心健康 还能帮助他们保持年轻的心态 和敏锐的记忆力 一 选择适合性爱的时间 从时间上说 青壮年时期的性生活 一般都在晚间上床后进行 而这个时间对老年人来说 就不一定合适了 老年人容易疲惫 所以老年人的房事仪 放在睡了一觉之后 或者是在早上起床之前进行 因为经过休息 精神和体力都恢复了 这寸双方都比较轻易得到性爱的满足 二 性生活次数 从次数上来说 应以男性身体承受能力为准 古籍宿女经约 人年二十者 四日一泄 三十者 八日一泄 四十者 十六日一泄 五十者 二十日一泄 此法语也 因此 可参照此数 六十到六十五岁者 以二到三周一次为宜 六十五到七十岁者 以四到六周一次为妥 身体好的 可以根据性欲要求 适当缩短时间和增加次数 总之以事后能获得性满足 身体不感到疲惫或不是为准 三 性生活姿势 从姿势上来说 应该以老年人感到舒适的姿势为主 侧握姿势更省力 在性生活姿势上 两人侧身接触 男性从前面或者后面进入 优点是节省双方体力 可以解放双手 尽情抚摸 可以帮助老年人 更好地享受性生活 除了以上内容 下面小编继续为您介绍 老年人怎样过性生活 老年人性生活的好处 帮助延寿 有相关资料显示 美满婚姻者 相比较单身的和离异的老年人 寿命更长 当中与美满婚姻与性生活 有莫大的关系 不管是生理上还是心理上 性生活有益健康 可减少心脏病和心肌梗塞的发生 性生活可以让骨盆 四肢 关节 肌肉 脊柱更多的活动 促进血液循环 增强心脏功能和肺活量 拥有和谐性生活的人 发生心脏病的危险 比性生活不和谐的人 至少减少10%的风险 有助于保护头脑年轻 适当的性生活 有助于防止大脑老化 和促进新陈代谢 记忆力也较强 老年人性生活 不应该过分追求技巧和性高潮 更应该注重的是 加强身体接触和性想象 对于体质比较弱 或者慢性病患者 更应该如此 有心脏病者 事先影响医生咨询 得到许可 身边常备一些急救药物 同时门窗要关好 不要开电视机 以免受到突然而来的惊吓 老年人为什么要过性生活 饮食男女 人之大欲存烟 古人就开始治疗性生活的重要性了 相对于老年人来说 关于过性生活有什么好处 不妨听下以下的介绍吧 适当的性生活 能帮助老年人保持身体健康 性爱能给人提供生育 享乐和健康等三大主要益处 老年人虽然已经没有了生育要求 但仍然有享乐 特别是健康的要求 研究表明 在70岁的人群中 50%的男性和40%的女性 有性生活需求 性生活过程中 男女双方身体和精神 得到全面兴奋 身体同时会分泌相关激素 这能锻炼心脏 美容养颜 促进睡眠 性爱还能有效延长寿命 与没有性生活的男性相比 有规律性生活的男性寿命 要长15到20年 性生活不和谐的女性 平均寿命会缩短6年 性生活还能帮助老年人 保持积极乐观的心理 很多人到了晚年 因为身体的衰老 周围环境的改变 会有伤感 抑郁的倾向 坚持性爱 则能使老年伴侣得到心理满足 增加自信心 获得精神上的愉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